所以各位好朋友 昨天晚上我講 江啟臣是台灣和平的恐怖份子 一點都不誇張 賴清德 賴清德是一個恐怖份子 江啟臣是我們東四選賽最好的委員 對 因為像昨天是因為他們網路計算 我講了34次賴清德 所以呢最近這個賴清德 因為一直講一直講 所以呢就不小心講錯了 不過當然也有網友鼓勵 也有朋友說 因此搞不好因禍得福 因為大家討論嘛 大家討論更加強了 我說侯友宜是我的老闆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侯友宜是最好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將來也會是最好的我們的總統 那 以後我會更加注意 要講慢一點也說講太快了 啟程委員 修院市長 還有各位議員 各位里長 修法縣長 因為他先離開他剛才跟我打招呼 還有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到東市 我白趕交集 最好的朋友 吳耀寬委員 就是東市選出來的委員 大家記不記得 記得 他跟我是在立法院最好的兄弟 他參加我們的新國民黨連線 所以那個時候 我還常常到東市來 後來吳耀寬委員不幸生病 最後我還到醫院看他最後一面 握著他的手 所以每到東市我就想起耀寬兄弟來 我們東市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一定都是重情重義 理性問政 替地方爭取最大建設 對不對 對 所以之前 吳耀寬委員 現在我們有 江啟成委員 這次要不要讓江啟成高票連任 要 剛剛我也聽他 系數各種建設 這還是比較大的 我來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哇 客家文化園區 現在整頓的已經必先 好得太多了 另外還要蓋獨角仙 我說獨角獸 不是獨角仙 不要講錯喔 是獨角仙 那時候現在小朋友 最喜歡這個獨角仙 大家都喜歡 如果能要養一隻 那時候 我覺得可以 在同學這樣 借來借去說 我有獨角仙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這邊 蓋一個獨角仙樂園 一定很多 小朋友會 跟他爸爸媽媽 帶我去看獨角仙 帶我去看獨角仙 對不對 所以各位好朋友 民進黨 剛剛 學院市長 跟其中委員都講 執政八年 對我們台中好不好 為什麼 他就是黨同乏異 不可以嗎 中央可以這樣嗎 不可以嗎 大小肉不可以 不管怎樣 修院在台中市 啟程在立法院 將來侯友宜跟我到總統府去 我們一定齊心協力 把我們台中 把我們東市 建設成最好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民進黨執政八年做得好不好 不好 好不好 真的不好 真的 對不對 如果他做得好 繼續做就好了 我也不用下來選 對不對 他就因為做得不好 真的看了很害怕 真的害怕 兩岸之間會不會打仗 不知道 但是我敢確定 我敢確定賴清德當選的話 兩岸一定比現在更緊張 會不會 一定嘛 不可能改善嘛 對不對 他在立法院講 我是個台獨工作者 而且我永遠不會改變 任何職位不會改變 他到現在也沒有收回他的話 沒有啊 他有改變嗎 他只是不講而已啊 現在選舉到了 片片選票 不講而已啊 他並沒有說 我以前講的 不對啦 以前我現在改變了 情勢改變了 世界潮流改變了 他有講嗎 他沒有啊 他沒有這樣講啊 所以各位好朋友 昨天晚上我講 江啟成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點都不誇張 賴清德 賴清德是一個恐怖分子 江啟成是我們東四選賽最好的委員 對不對 對 所以 他是三層的保護神 對抗恐怖分子 對不對 對抗賴清德這個恐怖分子 所以各位好朋友 賴清德 因為他一直強調 牽涉一下他是台獨分子 又說他是台獨的 這個什麼 務實的台獨分子 我聽不太懂了 那台獨就台獨 什麼叫務實呢 那你把 你現在是民進黨主席喔 你乾脆把你的台獨黨 剛剛把他廢了算了嘛 他有廢嗎 他有凍結嗎 沒有嘛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賴清德如果繼續幹 對台海的和平 是最大的威脅 對台灣的和平 真的是跟恐怖分子一樣 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大家能繼續選他嗎 可以嗎 當然我可以 是不是 所以各位好朋友 說實話 江啟臣他在立法院 表現大家看到對不對 他常常上我的邵康戰旗誌 大家有看到沒有 他表現好不好 好 腦筋清楚對不對 對外交 因為他這個國防委員會 外交委員會 對外交國防非常的清楚 然後呢 這個邏輯感也很強 然後對各種預算 如數加增 這樣的好委員 如果沒有繼續 在立法院 繼續為大家服務 可不可惜啊 可惜 很可惜嘛 當然很可惜嘛 對不對 剛剛好像是不是 用不小心口誤的講 是因為天氣太冷的關係嗎 也不是啦 因為 像昨天是因為他們網路計算 我講了三十四次賴清德 所以呢 最近這個賴清德 因為 一直講一直講 所以呢 就 不小心講錯了 不過當然也有網友鼓勵啦 也有朋友說 因此呢 搞不好因禍得福 因為大家討論嘛 大家討論呢 更加強了我說 侯友宇是我的老闆 侯友宇是我的老大 侯友宇是最好的新北市長 侯友宇將來也會是最好的我們的總統 好 那 以後我會更加注意 要講慢一點 也就是說講太快了 嗯 昨天那個證監發表會 就是侯友宇覺得說 你講是為自己折死 他覺得你講得很好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 基本上是這樣嘛 就是說我們是一組人 那 互不信很強 那他既然 選擇我當他的副手 我當然全力以赴啦 那 沒有任何的 保留 一定 一定是盡最大的力量 希望他能夠當選 所以才說 是為自己折死 因為他 選擇我 那他了解我 然後他 很肯定我 所以當 你也知道這不容易啦 所以我一定要這個 舍命賠君子喔 盡最大的努力 那因為民進黨他們也有 針對你昨天的這個 證監發表會 他覺得你好像把他當做 是自己的那個 少康戰情室在講啦 不太一樣啦 少康戰情室我其實很少講話 因為都是讓六個來賓講話 齊誠兄常常到上康戰情室 對不對喔 那我們都是盡量來賓講 那昨天是證監發表啊 那我非要講不可啊 而且每個人時間都一樣嘛 就是蕭美琴跟這個 吳欣英女士 他們也都是各有30分鐘嘛 所以大家 都是30分鐘 只是看你怎麼運用這個時間而已 OK 好 謝謝齁 好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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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